因为新年快要到了 所以我在几天前就跟大家讲说 我以后每天要做一个视频 要跟大家能够有一个机会直接对话 当然在过去这几天 其实我不但每天做了一个 有的时候每天还做不止一个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能多了解我一些 所以我还做了我个人的灵异经验 与大家分享 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怀疑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一年前突然跳出来 做了这么多的视频 而且这个人 你可能很难想象 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内 几乎连讲中文的机会都不多 其实就像我以前讲过的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我们的使命 我之所以做这些视频 我之所以做这些视频 我是认为有很多的事情 我急得要跟大家分享 你可能不知道 我其实在差不多四年前 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都是以英文视频为主 我做的也是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 比如说什么庄园怪圈啊 西方的预言家 Nostradamus啊 虽然知道我的人不多 但是我小小的频道 也有了差不多三万个订户 以及有差不多六百万的人看过 而且跟一般的量产导演比起来 我可以值得骄傲的 就是我得了非常多的国际奖 很多人看不起我的英文 但是他们不能不承认 我就是能做到 很多别人做不到的部分 但是我对古代的预言 是真的有特殊的兴趣 所以虽然我不是灵媒 也没有特异功能 我在2016年 就做了2017年的预言 十项里头居然有六项被我讲对了 接下来2017年 是十个里头 有九个半都中了 我2019年看到的情况 其实是让我觉得触目惊心 但是我当时担心的很多事情 并没有实现 而且我也把我的重心 转到做中文的频道 可是事实上 我所担心的事情 到现在一件一件 似乎的确要开始了 所以我今天就把 我在一年前做的这个视频 顺便也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与大家分享一下 Nostradamus可以说是西方最有名的预言家 他生活在500年前的法国 在过去的这500多年来 他所出的预言书 是许多人钻研的宝典 但是要解 Nostradamus要比解推背图烧饼歌要难得多 因为他写了942个预言 又没有按照时间先续 所以很多人解的似是而非 但我倒是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我不但是从关键字着手 而且我发现 而且我发现有些预言 是被放在一起 所以有的时候顺藤摸瓜 我可以在一个预言之后 找出了一大堆跟他有关的信息 但是在2018年年底 我发现了几个预言 却觉得非常的沮丧 Nostradamus既然是法国人 那他对法国在2018年开始 闹得满城风雨的黄山军事件 应该会有一些预言 这个细节我就先不多讲了 不过在这里提到了领袖 也提到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字 叫做TriCast 我为什么知道这讲的就是 2018年的法国呢 因为法国的总统刚选出来 而法国的总统是投票选了三次 Tri就是三 Cast就是投票 你也许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是我跟你讲过 有很多重要的预言 都是连在一起 你看它上面的这个 第92项预言 一开始就提到 世界到了最末世 当我看到这个世界末日要开始的预言时 觉得很担心 有些人就在笑我 他们说 这个诗里头讲的 有可能是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 那时候没有世界末日 现在也不会有 那我要跟你提出来的就是 在这里提到了三个地名 有两个地名是在当时支持保皇派 而另外一个地名提出来的 根本那时候不属于法国领土 而从法国大革命到 现在巴黎唯一有的大型示威活动 就是从2018年开始的 再加上这里头的是 讲的似乎就是跟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 当然我也就把这个写在 我对2019年的预言里头 可是2019年其实过得说起来还是相当的风平浪静 可是2020年一开始 当时所提出来的许多事情就一样一样要发生了 包括武汉肺炎 其实我有关古代预言里对武汉预言的描述跟分析 我今天已经做了 但是我一边在看电视 一边实在觉得有话要讲 因为电视上有很多人在批评武汉围城这件事 有的人说做的太慢 有些人说做的太过分 中国人常常是书生论证 骂人总是比做事要容易得多 也讨好得多 如果我们真的要面临即将到临的一个大浩劫的话 我觉得武汉肺炎在这个时候爆发 在这个地方爆发 其实就是我们得到的一次机会 因为如果这一次一千两百万的城市都能围得住 下次再有类似的灾难 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会采取比较明快的速度 就像如果不是有2003SARS的经验的话 今天大家根本不会考虑到围城这种选项 你们可能不知道 人到了为自己利益冲突的时候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叫做Catrina的飓风 我们在加州是没事 但是我看着电视 不但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而且我对人性真是觉得太失望了 在飓风之后 政府的救援迟迟迟没有到 纽澳梁三面环水只有一条公路跟隔壁的路易斯安那州连着 所以有很多的难民就徒步的想要过这个桥 隔壁州的警察知道这些人过来 他们的小小的城镇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救助他们 反而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粮食 一点资源都要消化掉了 所以他们就拿着枪站在那桥上 谁都不准过来 这个简直就是像末日电影一样 可是我必须要给大家讲一句实话 就是真的在末日耗劫的时候 大家只会顾自己 那我们现在再来想 如果今天不围城的话 这些人能够到处飘飘走 这个疫情一爆不可收拾 马上就是全中国 然后再来就是全世界 运气好的人可以躲在家里 运气不好的人能不去上班吗 如果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回来又把危险带给家人 你说这些人的日子要该怎么过 不错 那些无辜受害 生病的人是很可怜 但是这个疫情如果不围堵住的话 可怜的就是每一个人了 要该做的是应该送资源 送药物 担心被围城的人资源不够的话 那你可以去捐钱呢 你如果有能力 你有意料知识 你可以到前线去帮忙防堵这个疫情 而且可以给他们提供救助 觉得应该不要围城 觉得应该不要用专制的力量来防堵的话 那我说这实在是井底之蛙 是富人之人 我衷心的希望这一次的灾难能够赶快结束 我衷心的希望每一个生病的人 都能够有良好的照顾 有机会在为我们的未来一起努力 我是王世云 也是神秘解码科 谢谢你的收看